百合的功效与作用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职员 西安市中医医院药剂科主管中药师 百合呀 它胃肝性寒 气微 味道啊 微苦 我们说它归心和肺经 它药实力兼用 所以它力量较缓 它有呢 养阴润肺 清心安神的作用 它善清养肺心 就是我们说凡是肺心阴虚有热的 都可以酌情选用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 全世界百合有100多种 而产于我国的呢 有39种之多 其中有10个品种呢 是可以共食用的 而我们药点收入的百合呢 有三个品种作为药用 那药用百合和食用百合 它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它们的气味啊 略有差异 我们的药用百合呀 它气淡而为微苦 而我们常说的 常用的这些什么菜百合呀 兰州百合 它的这个啊 是气干淡而为微甜 肉质呀 更饱满 口感更细腻 它一般不入药 但是它富含糖类 蛋白质 维生素等成分 营养价值很丰富 可以作为一个食用的佳品 那么我们购买药用百合 就是有时候干百合的时候呢 我们大家有的时候 喜欢选那种色白的 特别漂亮的 其实要说一下是 这个外观看上去 接近白色的呀 有的时候我们闻 只有刺鼻味 口肠微酸的 并不一定好 因为它可能存在 硫磺过度熏蒸的问题 所以我们购买 干百合的时候啊 不是越白越好的 同时还要提醒大家 因为百合呀 它寒润 风寒咳嗽 或者中胶有寒 变糖的人呢 人群是不建议试用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